我們乾脆先來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52頁這邊 如果假設我要寫一個遊戲 所以你們也可以再想想看有沒有什麼類似的遊戲 那這個遊戲的話就是說 它的名稱叫拆數字 拆數字遊戲 那 它這個拆數字遊戲的範圍就1到20 當然未來你其實可以變更它的範圍 那也就是說 這個電腦裡面它會自己隨機先幫你抽出一個號碼 是1到20之間 然後請你去拆那個號碼 那最多的話 目前好像我沒有那個次數限制反正拆到對為止 所以你也許可以第一次 當然我不知道說到底號碼是幾號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 所以這個地方我大概這邊有寫好的一個 我把它先打包一下 那也就是說啦 目前假如說沒有限制說拆的數字 反正要拆到對為止 那當然 如果你拆的次數越少 那 相對的應該是說你的分數越高 可是要怎麼樣能夠快速拆對 當然底下它會提示的 如果你假設 比如說你輸入 一個數字 太高或太低 底下應該要有個提示 那我們 來看一下 有沒有底下這邊 還有再玩一次 如果你假設希望 給它一個 再玩一次 不用再關掉重開的話 你可以多一個按鈕 再玩一次它就可以重新讓你再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它download下來 那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 我給它一個專案名稱叫gas number OK 然後呢 我把它 把它下載安裝一下 把它裝到這邊有 請輸入 1到20之間 那當然呢 從哪邊開始 拆會是最OK的 其實從中間拆嘛 所以我先拆10對不對 還沒有提示 還是我陳述還沒寫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 先寫一個這個 試試看寫一個 這種 猜數字的遊戲 那首先的話 界面上面 基本上總共有四個東西 一個是標籤1 那這邊的話呢 是文字輸入1 就是可以讓使用者輸入的 預設我是直接已經給它一個 一個數字是10 直接讓它先填上10 然後大小的話一樣是30 請輸入1到20之間的數字 那訊息的話這邊的話就標籤2 裡面預設就是訊息 大小一樣是30 那字的顏色的話呢 我把它改成紅色 因為這樣比較醒目 那確定的話就是一個按鈕 把它按鈕加一下 然後呢 字體一樣刪是10 那裡面的字的話就確定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程式的撰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 拆數字遊戲部分 所以喔 打開之後呢 請輸入一個數字 然後我當然從中間開始拆 10 太低了高一點 太低的話那表示要再高一點 所以也就是刪去法 1到10就刪掉 所以剩下11到20 所以再來拆中間就15好了 15按確定 然後他提示 太高了 所以又刪去 15到20刪掉了 所以剩下11到14 所以剩下就是4個數字 11、12、13、14 所以拆多少 12好了 按確定 還是太高 那答案應該 呼之欲出了 11應該沒錯吧 如果程式沒寫錯的話 應該這個就 恭喜答對了 有沒有 OK 那就是 答案就是11 好啦 如果像這樣的一個程式 該如何撰寫 應該 可以知道邏輯吧 所以喔 首先的話 當然我們介面部分 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 在上面我們佈局一下 就是 把它放上 總共 一個標籤 請輸入1到20之間的數字 第二個的話就是 文字輸入核 然後第3個一樣是標籤 就是顯示最後是太高太低 還是恭喜答對了 有沒有 然後最後一個按鈕 好 這個是第一個佈局 這個畫面上面的話總共有這4個東西 應該可以理解啦 所以以後寫個App反正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 畫面上看到的東西 第二階段就寫程式 那寫程式的話當然一樣嘛 當我按下這個的時候 他要跑一下 跑什麼呢 跑一個判斷 第一線是應該是初始化 所以我們簽到程式設計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當按一下按鈕的時候做什麼呢 就是 給他一些提示嘛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為了要產生一個亂數 所以我這邊增加一個亂數 就是初始化一個全域變數 然後呢 他的裡面的值 是從1到20之間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啦 當然第一個 我要產生一個變數 所以變量裡面 那一定要是全域的 所以你就初始一個 初始一個變 初始一個變數 所以你就從這邊裡面呢 找到一個初始 變數的一個選項 然後 這邊的話呢 你就是 找到這一個叫初始化 第一個啦 然後這個放在這邊 那名稱的話 也許我們叫rnd 這個名稱我們自己取 rnd 然後呢 這個裡面的值 前面我們是給他一個 數字0嘛 可是現在不是0喔 我們現在是要給多少 給1到20 那當你說老師我給1不行啦 如果你給1永遠都是1 不對 所以呢 他必須能夠 讓你在1到20之間 去做跳動 那怎麼樣 隨機取得啦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你要能夠隨機取得的話 那請你從數字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一個叫隨機取得的 有沒有看到rnd 隨機幫我取得一個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 在這個裡面的話呢 應該是往下捲動就看到了 從1到100之間 取到一個隨機的整數喔 可是我不是1到100 我是1到20 所以你這邊可以改20 當然未來你猜數字遊戲 你可以改啦 你不一定1到20啦 你可以1到30 1到50都沒問題 只是說你數字越大越難猜 OK 我大概覺得1到20這樣猜應該是差不多 猜個3次應該是 應該都會 3、4次應該都猜得中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有一個rnd的變數了 他的 他會是1到20之間隨機取的 也就是我根本也不知道說 他應該是哪個數字 所以我們就開始來猜了 那怎麼猜 當我按一下 確定的時候呢 我們就比較一下 所以當我按下 按鈕的時候 這個的話是從這邊 當我按下按鈕的時候 然後呢 我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的話 就是控制 裡面的話 因為邏輯總共有幾種啊 應該有三種吧 第一種可能是 太高 就是說他猜的數字 比 他 假設我們剛剛是11嘛 如果你猜15的話 他理論上會跟你講說 15太高了 低一點 如果猜10的話呢 太低的高一點 所以裡面的話呢 就有一個是 高一個低嘛 然後另外一個就猜中 所以總共 會有三種邏輯 所以如果三種邏輯的話 你就挑這個就可以了 OK吧 這個有沒有 如果 然後 否則 否則 然後再一個 否則 那否則的話就猜中了 所以如果 如果什麼狀況 那我就把這個 搬到這邊來好了 那條件部分的話呢 當然 如果 我前面這個叫文字輸入 文字輸入合一 對不對 從文字輸入合一裡面 取得文字 如果他怎麼樣 他是小於 這個亂數的話 如果比他小的話 那我給他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在 這個畫面上面這邊 讓他提示 出來說 你這個裡面的文字 給他一個文字 太低的高一點 跟他講說 你猜10 太低的高一點 那再來底下有一個 就是說呢 直接幫我把 這個文字輸入合裡面的資料 把它清空 為什麼要清空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清空的話 他裡面這個數字還存在 感覺好像不夠貼心 所以比較貼心是什麼 你乾脆把它清掉 讓他重新可以輸入 當他再重新輸入的時候 再去判斷 如果在我第一次行輸入10 他出現這個 那第二次我輸入15 可是答案是11 所以他應該會跑到這個 這個邏輯 那文字輸入合裡面的文字 如果大於什麼 我輸入的是什麼 輸入的是15 那他答案是11 所以他有沒有大於他右 所以他不會顯示說 太高了低一點 然後並且一樣把資料 把它清掉 OK 那最後一次我好像輸入 輸入11 那11的話沒有比他大 也沒有比他小 所以呢 最後得到就是這個 否則 那我就把什麼呢 把那個標籤2裡面的訊息 改成恭喜 猜對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 其實答案 就是 沒有很複雜 就這樣而已 所以第一個比較重要是 先初始化一個亂數 這個亂數的話呢 就是從數學裡面 你往下找 這邊有一個 從 1到多少 當然這個亂數 將來如果你要把它寫成一個占譜 有沒有 你也可以 給他看 你用幾種變化 你可以把那個變化 隨機 抽一個出來 OK 然後呢 你再把那個對應的那個 掛搖詞 把它顯示出來 然後呢 甚至裡面有一些 你的解說吧 有沒有 每一種情境 就像你去抽籤一樣 抽到哪一個 跟你講 甚至是吉凶 你可以跟他講 那這樣子的話 我是覺得要拿這個來 寫一個 什麼樣 就是占譜的一個App 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有沒有 關鍵就是用這個 就是 數學裡面 它有個亂數的一個 有沒有 這個功能 你就把它丟到這邊來 讓它產生一個 痊癒的一個RND變數 然後呢 再讓它去做判斷 這樣其實OK了 好那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是 撰寫一個 1到20之間 當然你可以變化一下 你說老師 1到20好像太簡單了 你可以 1到50 1到50就有點困難了 甚至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變化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今天 這個App寫完之後 它其實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說呢 它 可以讓你 不斷的拆 有沒有 你拆完之後 它假設拆錯了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一直拆 拆到對為止 那當然呢 如果假設你 你希望給它一個限制 就是說這個限制 只能拆三次 如果你假設拆了三次 你還沒拆中的話 那我就不給你拆了 如果你假設有次數上的限制的話 那你要怎麼限制它 只能拆三次 只能三次 所以 方法有很多種 要不然你就跑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就是只能跑 1 2 3 沒有了 跳離了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我剛剛寫的程式就是在雲端白板的第53頁 畫面還給各位 謝謝大家